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茄子怎么做,简单,好吃又入味,而且不用太吸油 今天来分享一道非常简单又下饭的豆豉炒茄子的做法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圆茄来制作 把洗净的圆茄去掉根地后,直接切成大约一纸宽的大厚片 然后再把它切成均匀的长条 切好的茄条直接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两个洗净的螺丝胶直接把它拍至松散 然后从中心一分为二泡开 接下来再把它切成大约一寸长的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这道菜中大蒜的用量可以略微多一点 把准备好的大蒜拍至松散后切成均匀的蒜末 一半根大葱直接切成葱段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先把锅烧热后加入适量的油不需要太多 油热后尽量把锅的四周略微润透以免粘锅 油温烧至到略微高一点把切好的茄条直接倒入锅中均匀的摊开 采用中火把它在锅中慢慢煎制 煎制的过程中加入一勺的食盐 让可以快速的让它杀出水分 在煎茄条的时候要不停的晃动让它受热均匀 茄条的一面煎制到柔软的状态 然后再翻到另一面继续煎制 全程采用中火慢慢煎制 大约煎制三到四分钟 茄条就开始慢慢变得柔软 把茄条在锅中尽量煎制到表面金黄 非常柔软的状态 在炒制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成熟 而且能够更加的入味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茄条也不容易吸油 而且非常的爽口 把茄条在锅中充分地煎出水分 煎制到非常柔软的状态 先盛出来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不需要太多 油热后先把辣椒块添加到里面 煸炒真香 尽量把辣椒段在锅中充分地炒香 在炒制的过程中可以轻轻按压 让辣椒段的表面有比较收缩的状态 炒制到微微柔软后再加入少许的盐 直至把辣椒段在锅中 炒制到表面有虎皮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在里面加入适量的豆豉 豆豉能够增加咸香的口感 把豆豉和辣椒在锅中充分地炒香 直到可以闻到浓郁的酱香味 这个时候把蒜末和葱段添加到里面 一同煸炒真香 炒香后再把煎好的茄条一同添加到里面 接下来用大火快速地把食材在锅中 充分地翻炒均匀 熬匀后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鸡精提鲜 加入适量的生抽增加复合的味道 这道菜中有豆豉 所以就不需要添加过多的盐分 调味后把它们在锅中充分地翻炒均匀 炒制到入味的状态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茄子用这种方法做 少油入味而且非常的下饭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